2018年燕尼亚加达亚运会还有三天时间就要开幕了 在开幕前小编就为大家评选一下亚运会时尚的五大巨星 而评选的标准就是至少参加过两届亚运会 并且在个人的项目里拥有很强的统治力 在亚运会上多次获得过奖牌 而奥运会和市井赛成绩不纳入以下评选范围 五、北岛康健 日本男子游泳运动员曾是日本队体坛界的领军人物 曾两次代表日本队参加亚运会 每次都是日本代表团最受追捧的人物 在釜山和多哈两次亚运会中 北岛康健总共获得三次冠军一次亚军 并在02年釜山亚运会打破男子二版女挖泳的世界纪录 不过北岛康健已经在16年宣布退役 本届世界杯不会再看到她的身影了 四、孙良 中国国家游泳队队队长是中国泳团的标志性人物 也是当今亚洲男子游泳运动员中最具选利的一位 孙良参加过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2014年人穿亚运会 总共获得了5枚金牌和3枚银牌 并在广州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 孙良以14分35秒43的成绩打破亚洲记录 从此决定了亚洲泳团霸主的地位 三、朴太华 韩国男子游泳运动员 是韩国泳团至今以来最伟大的男子游泳运动员 调态环分别参加过三届亚运会 总共获得过5枚金牌、3枚银牌、7枚铜牌 在亚运会史上也是奖牌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在孙良之前 曾是亚洲男子泳团的霸主 虽然如今是力大不如前 但是在亚运会史上他所获的成绩目前还是第一 二、刘翔 中国男子田径队110米兰运动员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 也是中国体育的标志 刘翔参加过三届亚运会 三次都获得了冠军 并且连续三次在该项目打破亚洲记录 可以说在110米兰这个项目 亚洲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对他造成威胁 而刘翔也被认为是百年不遇的天才 一、李宁 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 在全世界范围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李宁创造了世界体盘太多的记录 曾两次参加亚运会 总共获得了八枚金牌和三枚银牌 并在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 成为当借过的金牌最多的男子运动员 李宁不仅在体育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在商业领域也取得了成功 退役后创立了自己的体育品牌 如今已是身价百亿 一位 一位 我会有点免费的 我会有点免费的 我会有点免费的